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美国的历史 因为它打破了美国传统意义 上黑人不能当总统的规矩 而且在当了美国总统之后 积极的打击恐怖主义 而且在美国民众的心中 是一个比较得民心的总统 毕竟美国总统选择是靠公民的一个个投票选举 但是那今天说的这位是他的弟弟 马克奥巴马迪善九 虽然身为奥巴马的弟弟 但是值得一说的是马克从来 不想靠着哥哥去成功 本身马克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而且主修的科目是物理学科 在专业上面来说其实是一位很厉害的人才 但是马克确实已经在中国定居多年了 而且还在中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马克娶了一个河南的妻子 结婚之后 一直和家人定居在中国的深圳 或许对比美国的生活 可能马克还是比较喜欢在中国过自己的小日子吧 而且现在的时代是汉语流行的时代 其实很多的外国人都在积极地学习中国文化 难得的是马克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兴趣 即使对一些很难理解的诗歌 马克也是有着自己读到的见解 值得一说的是马克可以一个人读懂咱们的四大名著 之一曹雪芹大师的《红楼梦》 而且对于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 总而言之 即便是抛去了哥哥的身份 马克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通 但是其实顶着来自家族的光环或者父辈兄长的光环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 可能站在旁人的角度会很羡慕这样的人有着其他的优势 比如金钱 比如人脉 似乎这些人只要动一动就能成功一样 而且旁边的人也似乎都愿意把他们的成功归咎于他们的兄长或者父辈而去忽略了这些人的努力 所以小编还是建议其实我们应该以更加真实的目光去对待这些人 就像马克 身为总统的弟弟 但是却不愿意靠着哥哥的光环 只身来到中国收获了爱情 收获了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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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